我的老闆 有客人来 他就跟我讲 那时候我们叫主任 曾主任 这客人很难得来 你中午搞丰盛一点请他 那时候我还是很年轻 根本不懂这一套 我就把他搞得很丰盛 老板陪客人吃得很愉快 我以为我有功劳 等到客人走了 我就知道完了 老板连一板 我叫你搞丰盛一点 你就真的搞这么丰盛 那你把钱都吃光了 一点没有预算概念 刚开始我年轻 我还可能说 是你交代说搞丰盛一点 他说客人在这里 我能交代搞简单一点的吗 你怎么笨 可见是我笨嘛 其实我是慢慢磨出来 我说对啊 他讲得很有道理 客人在只好说搞丰盛一点 你自己要衡量 对不对 所以下一次我就聪明了 老板说这个客人很难得来 你中午跟我搞丰盛一点请他 我说是是是 那我心里就想 我会上当吗 所以我中午就搞很简陋 四菜一摊 还是青菜豆腐汤 老板当客人面前就修理我 陈主任过来 我跟他是小学同学 现在全班都死光了 剩下我们两个 你可这样请他 那我还有什么面子呢 你教我对老同学怎么交代啊 你看他讲的通通有道理 我在教大教书很久 我就拿这个题目来考我的学生 我说如果第三次 老板交代你 今天这个客人很难得来 你中午给我搞丰盛一点请他 请问你怎么办 今天的年轻人真是 真是太厉害了 他们很快就交卷了 答案只有一个 我会问老板 这次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问你这样的人数要用嘛 我不想你敢不敢这样问嘛 就是老板 这次是真的假的 老板拍桌子 我哪一次骗人了 我讲的哪一次是假的 你自己不会听 还说我说假的 这才是中国社会 美国人没有这一套 为什么 因为美国人他会划分等级嘛 这个class A class B class E 他很清楚啊 什么样来的客人 用什么样的等级去招待他 就够了嘛 制度化嘛 那为什么中国不可以 我告诉你绝对不可以 只要你光是有等级 他一筷子拿下 我是西等的客人 再一件再一件 他走了 美国人他会认为 我是西等的客人 我就是西等的客人 我为什么会没有面子 中国会问你 我什么样努力 才会变B等 他会问你啊 然后他甚至交代底下 今天放A等的 那个不足的钱我付 问题会很难看 然后像美国人 一个盘子这么大 还剩下几块 那个马铃薯块 那个卫特过来说 我可以拿走吗 不行 我还没吃完 他没有面子 他完全没有面子问题 美国人一个大盘子 剩下一点点 没有吃完就是没有吃完 他没什么了不起 中文还剩三分之一 你过去说 我可以拿走吗 心里气得要面子 嘴巴都拿走 要面子嘛 有什么办法 所以有些事情 你不能问中国人 你问了以后 你会得到很大的反效果 因为他嘴巴不会讲 他永远不会讲 后来我懂了 难不倒我 老板规定 这个客人很难得来 中午搞风声音 请他 我一定说好好好 是是是 然后呢 我不能我自己做主张 我过了十分钟 过了二十分钟 甚至过了半个小时 我会跟我的老板讲 我说我在某个餐厅 订了一个房间 你觉得好不好 他说请他 就在隔壁就好了 他有他的苦衷 他有他不得已的 一个想法 我必须要站在他的立场 我偷偷地问他 他自然会跟我讲 我当着别人问他 那他心里就很好笑 你准备出国的洋相吗 我后来慢慢地体会到 中国人你随便问 他随便答 你正经问 他不答 这非常有意思 所以人与人之间 要养成一种 很难的叫做默契 没有默契 很难做事 事缓则缘 他是有道理的 现在人都喜欢直来直往 直来直往 不是良好的沟通方式 人的心思是很细腻的 将心比心的意识 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 来找到两方面都很合适的东西 所以我们跟西方不一样 西方会说谢谢你的合作 中文讲谢谢你的合作 听起来都是怪怪的 谢谢大家 好 下集再见